从4月1号开始 已经连续7天 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突破百亿 今天更是一口气 新增382例本土病例 已经创下今年新高的纪录 全然有17个县市 都有缺者的纪录 疫情主动心有预期 未来的疫情会越来越严重 很难再走向千年的目标 疫情主动心 为了因本土疫情爆炸性的增加 也开始调整防疫的政策 为了防堵台湾社区疫情继续恶化 在境外的部分 疫情主动心观察到 尽于从越南入境的 落地裁剪阳性率居高补下 为了避免大量的阳性旅客入境 对台湾防疫造成负担 决定从即日起到5月5号 从越南搭乘越南航空 越前航空 越主航空 入境台湾的旅客 除了得检距搭机前 两天内的PCR检测报告 还得增加搭机前 6小时内的抗原快赛报告 另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 阳性率也是居高补下 也将比照办理 在国内部分 为了避免整个疫苗让人 遭到快速增加的确诊病患碳患 疫情主动心决定 将简化相关的医疗工作 包括境外一路采解阳性 而聚亚隔离期间 一转型的患者就不再做疫调 所以我们现在在简化疫调上面 简化疫调上面 对于新入境採检是阳性的 我们就不再做疫调了 现在我们自己的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疫调 居家检疫期间 居家检疫期满前採检阳性的个案 这也就不再做疫调 但如果疑似防疫旅馆群聚事件 或有检疫场所感染之余 人需要进行疫情调查 目前全来拆检量能 一天可以到达10万人次 如果联业加开 最高可以达到4万人次 为了减轻第一线筛检的工作量能 未来也不排除使用快塞 来替代PCR检验 甚至不排除征收快塞试剂 因为我们现在的匡列隔离 会稍微的降低它的强度 那就要用检验来做一个 补充 那检验里面也不会全部PCR 只会快塞跟PCR交际的使用 让它效率最高来 最大化来 考量确诊病患大多是无症状 或是轻症的特性 将考虑由新北市 先行事办轻症在家隔离的政策 预计下个星期就可以定案 未来只要同住家人 有打满3G疫苗 就可以进行轻症在家隔离 但是如果确诊病患 是属于半性疾病的长者 就不符合在家隔离的条件 为什么要事办 因为这说下去 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政府的一个水平的联系 护症也好 卫症也好 警症也好 那我们这边设立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远距的平台 那将来要怎么去送药 一些关怀中心怎么样去运作 那这些要有一些实验 不是 要有一些事办 那最重要就是社区的沟通 所以这不是说一下子就强硬的命令下去 第一个 现在的量能都还承受得住 还没有到那个点 那第二个 这一定要有一个事办 然后让大家开始在做的时候能够很安心 那为什么新北市 因为新北市的市长 侯市长 他跟我表达说 他有这样的意愿 想要来做 况且新北现在的疫情 跟医疗就比较吃紧一点 那所以由他们来事办 那当然要经过相关的会议 再来做讨论